大家好,我是你妈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圆领 巧机器边的技巧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边的织法 我们首先要准备一根别色的线 这根线呢,稍微粗一点 我们巧针的规律还是四行巧三针的规律 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线呢 搭在这个主线上面 把这个线头搭在这个主线上面 接下来我们巧一针 在两针中间呢,再巧一针 再巧的时候呢 我们再巧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线呢 还要搭在这个主线上面 在第二个辫子里边再巧一针 再把这个别线呢 拉过来搭在主线上面 每一针都是这样 一定要把别线搭在主线上面 为什么要用别线呢 就是为了方便后边巧针呢 因为它是机器边,它是双层的 我们现在呢,巧针针呢 它是外边那一层 里边那一层呢,要从这儿巧针的 就是为了方便巧针 所以用了别线 我们的规律还是四行巧三针的规律 四行巧三针的规律呢 方法我在前面也给大家分享过了 就这样巧 每一针都是把这个别线呢 要搭在主线的上边 我们巧到中间瓶术的这几针 还有就是后领平手的地方呢 就是每一个辫子里边 巧一针就行了 针巧完了以后 我这儿织了三圈下针 因为呢,我这个线比较粗 所以织了三圈 如果你的线比较细的话 你就织四圈下针 再把织线翻过来 我们要开始巧里边这一层了 里边这一层我们巧的时候 用一根比较细的针 细的针呢,比较好插入 你看,就巧起这个绿色线 上面这个线圈 巧起以后呢 我们把它织一个下针 每一针都是这样 用这个细的针呢 巧起这个线圈 细的针比较好插入 织一个下针 这一圈所有的针呢 都这样巧起 把它织一圈下针 所以的针巧完以后 我们如果外边这一层呢 织的是四圈呢 我们里边呢就织三圈 外边织的是三圈 里边就织两圈 就是比外边呢 要少一圈的 这样的话 合并以后呢 它那个 就是机器边呢 会比较饱满一些 好看 针巧完了以后 这个绿色的线 我们就可以把它抽掉 我们这个巧完以后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合并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织外边 这一层的时候 最好用环形针 那样的话 里边这一层就比较好织了 如果没有环形针的话 织完以后 我们用线 把外边这一层穿起来 里边这一层呢 就好织了 现在我来给大家 演示一下合并 合并就是把对应的两针 一起织一个下针 这就是合并 对应的两针呢 一起织一个下针 不要弄斜了 弄斜了以后呢 织出来的边呢 它是拧巴的 一定要是对应的两针 一定要是对应的两针 一起织一个下针 这样织过去以后呢 这个边呢 特别饱满 而且呢 特别的漂亮 你看一下 就织了这么一点 你看这个边呢 特别的饱满 很漂亮的 这个机器边呢 就织好了 织好以后上边呢 你们喜欢织单螺纹 双螺纹 或者是花边呢 都可以的 这个机器边的巧针技巧 还有这个机器边的织法呢 我已经分享完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想看更多的视频呢 请点击我的图像 谢谢你们关注 我们下期见